中华上下五千年,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瑰宝,但是在历史中,也有一些陋习遭到了坚决的抵制和废除,其中就有一项殉葬制度,在古代的皇室当中,殉葬十分常见,直到清朝初期才遭到彻底废除。 殉葬是十分残忍的,那些殉葬的妃子大部分还处在二八年华,就要接受死亡的命运,那么他们在去世前,是直接活埋还是处死之后才会陪葬。 根据记载,殉葬制度早在部落时期就已经出现,那时的大家对世界的了解并不多,占据领导地位的宗教也不是道教、佛教等宗教,而是乌教,这奠定了殉葬的基础。 乌教所讲究的是交换,通过活人的生命来获得神的力量,所以那时不仅有殉葬,还有大量的祭祀活动,为了保证仪式的顺利进行,所有祭祀的人和殉葬的人全部在现场杀死,甚至还会利用他们的血做一些仪式。 不过随着佛教等宗教的进入,活人殉葬的制度虽然还有,但已经不是那样的血腥,大型杀人祭祀的场面也不再能够看到。 但在皇室当中,皇帝、贵族和大臣死亡之后,殉葬依旧存在。根据目前的考古挖掘来看,春秋战国是殉葬的鼎盛时期,因为那时还有奴隶制度的存在,所以当一个贵族去世的时候,他们的奴隶、婢女和家眷等都需要殉葬,有时殉葬人数高达百人,挖掘的时候十分壮观。 而到了汉朝以后,奴隶制度的废除加上道教无为而至理念的推广,殉葬人数大大降低,殉葬也只在皇室当中存在,殉葬的人也都是妃子和婢女。 在唐朝以后,殉葬已经很少出现,不过依旧有三个十分典型的代表人物,分别是朱元璋、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。 其中朱元璋的殉葬有很多政治因素在内,非其本人的想法,但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则完全不同。 两者皆是草原民族,草原民族并不信奉中原宗教,而是信仰草原神明常生天,他们坚信轮回,所以在死亡后会有大量的人员殉葬。 那么古代妃嫔在殉葬时,是直接将他们活埋,还是先杀死后才下葬呢? 抛开个人情感来说,古代大部分的妃嫔在殉葬时都是先杀死然后再殉葬的,一方面活埋过于不仁道,很少有人可以接受。 而另一方面,提前杀死可以保证他们死亡时的状态,让他们以美好的一面入葬。 而入葬前杀死妃嫔也有两种不同的方式,较为主流的方式是由他们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在需要殉葬前,会给每个妃子发一个绳子,然后给他们好好的吃一顿饭,之后将他们关在屋子里,由他们自己上吊自杀。 在自杀结束后,太监会给他们整理遗容,并妥善地放在棺材中陪皇帝下葬。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,如果当时的皇帝较为强势或者想要让自己的父亲更有面子,还会给他们注入水银等防腐的物品,这样就可以长时间保持他们的容貌。 甚至在开关的一瞬间,皮肤依旧有弹性。 在各类盗墓小说当中,经常会出现盗墓贼爱上殉葬妃子的情况,这种情况在真实的历史中也曾出现过。 虽然盗墓贼知道这些是尸体,但因为保留着生前的容貌,所以依旧能够吸引他们。 除此之外,有一些妃子并不想上吊而亡,这时会出现两种方式。 一种是喝毒酒或者直接饮下水银,痛苦会小很多,另一种是士兵将他们杀死,这种情况还是较少的。 虽然在大部分时候,都会先将平妃们杀死再下葬,但也有一些情况会被直接活埋。 这些情况虽然很少在正史中出现,但在历史中也的确发生过。 把殉葬者的手跟脚绑好,然后把这些人摆好再把他们活埋了,让人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,而是等待死亡的过程。 在盗墓笔记当中,曾有过多次记载活人殉葬的故事,例如西夏皇室,会将飞瓶甚至一些工匠直接关在坟墓当中。 等坟墓中的空气渐渐稀少,他们会被活活闷死,而在一些古墓当中,并没有被放入棺木当中的尸体,大概率也是被直接活埋的。 如果说这本小说的记载不能当作正史,那么在正史的历史记录中,也有过大量的活人殉葬的记录,这就是辽国。 虽然殉葬制度可谓远远流长,但是在辽国以前,殉葬的人都会在下葬前被杀死,但是辽国却不愿意浪费时间。 在辽国的很多皇室墓葬中,就有大量的零散尸骨,这明显是活人进入墓中,因为缺氧而死。 根据民间传说,那时的皇帝去世后,会用一个老虎将飞平甚至很多平民赶进墓中,等待他们的死亡。 古代的那些皇帝用活人陪葬,这个人能在墓穴活多长时间,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到底能活多久,可是古人也知道等死很难受,一般情况下陪葬的人都会立刻死,毕竟是陪葬品,他们的下场就只有死了。 对于那些在殉葬之前还没有死的人,下葬的时候墓里会有墓道,在墓里会有专人把殉葬的人带到墓道里,然后把他们杀死。 要么安排好机关,只要把墓室的门关闭,就会把里面殉葬的人全都杀死。 一般情况都不会让活人在墓穴里面等死的,墓穴里面可是完全密闭的。 有人还曾经特地做了一个实验,在一个墓穴里面陪葬的人数少于18个的话,最多存活三天,这三天的生活真的是心灰意冷了。 假如殉葬的人数达到了18到56人之间,那么因为里面的氧气稀缺,他们百分百活不过三天,只要殉葬的人数多于56个人,那么他们在里面撑死也就只能活一天。 如果墓中氧气十分充足,他们也会因为食物和孤单等原因,渐渐地开始互相杀戮,所以一旦进入墓中,很少有人能够活着出来。 不过活人殉葬的另外一种可能并不是殉葬,而是陪葬。 换句话说,这意味着这些妃嫔是被直接埋进去的,不考虑他们的遗态,只是想让他们死。 出现这种情况,是因为出现了王朝更替。 当一个新王出现后,他一定会将曾经的王室成员处理掉,而最简单的处理方式自然是活埋。 活埋不仅可以处理掉这些人,对周围的人也是一种震慑,当他们的哭喊声和求救声逐渐虚弱,周围人就会心生恐惧,可以更好地维持统治。 历史趣闻,欢迎分享订阅史多多。